为了改善秀林村和景美村道路墙面 秀林乡公所向原住民主委员会 争取到相关经费改善部落文化特色风貌 5月份开始进行全面改善工作 乡长王玫瑰前往现场视察 视作的状况 预计在年底前会视作完成 未来会呈现最具当地文化意涵的特色 秀林乡有6到7成是太陆各族所居住的好地方 尤其道路墙面长期没有整体的规划 往往凸显不出来当地的文化特色 秀林乡长王玫瑰三年前上任之后 就积极地向原住民主委员会争取相关经费 来全面改善秀林村和景美村入口意向 来呈现太陆各族所居住的好地方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前往现场视察视作的情况 同时也要了解如何施作工法以及进度 我们这个工程是我们申请原住民保利地租金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工程案 主要就是要执行我们秀林跟景美村两个部落的整个墙面美化 因为年久失修整个墙面都非常的杂乱 所以透过这样的计划 我们就是要让它能够有一个潜新的一个面貌 而且是符合当地我们族人 经过说明会决议的一些图像 那我们希望说打造我们自己原乡的一个特色 目前就是先打除旧有的整个墙面之后 现在再做泥座的一些工程 我想这个两个村现在目前都在进行中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秀林村和景美村居住的太陆各族人达到9成9 比例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不管是游客或是外省市的乡亲来到这里 想要认识这里的文化意涵 而这是透过圆明会的支持来全面改善墙面 以太陆各族文化意涵来呈现 希望能够把最具文化意向能够呈现出来 营造最具艺术之美的城市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